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介紹一下斯普拉頓3 也就是雞蛋大作戰3的新塗裝武器小介紹 在9月9號發售前 官方在各個平台陸續釋出武器的新塗裝 及小小的介紹 今天我們來把它轉會起來 給大家一次看個夠吧 其中也會包含我自己在二代 遇到這些武器的感受及小小的想法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三重獵魚弓 打開三代新局面的武器 讓大家耳目一新 普空一次三發三方向 集滿氣 會使用獨立的技術 加墨水 極速冷卻 在弱點形成小炸彈爆破 不過印象中在影片上看到的 集滿氣是類似狙擊的一卻 但官方這麼說 不知道是不是有更改呢 相信三代一出 應該會先有一片弓箭海 到時候一定會很有趣 真空吸引器 新裝SP 真空吸引器 這個可以將子彈吸光光的SP 感覺上我光用想的 就覺得一定會被砍耶 因為這個也太OP了吧 如果今天是要搶魚 或是蛤蜊開啟這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無敵的防護罩耶 我現在是真的十分很好奇 這個SP會是怎麼樣的 但老實說這個SP的想法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 即便就算是使用的秒數很短 我還是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太過強大了 新裝SP 三重龍捲風 這個中二道不行的SP 具有三道衝頂的範圍攻擊 感覺上如果是在B公園 或是易於躲藏的地點 很容易就可以預判抓出敵人 我想造船場應該也可以很好玩 三代的新SP也不少 確實是讓人感到意外 沒想到官方可以想到這麼有趣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只有三發 或是其實有六發呢 斯普拉水槍 俗稱獸武斯 這把在二代可以說是到處都可以見到 可以算是很常見的足舞 對於前線的擊殺者 可以說是定番一定會有獸獅這把武器 保持著各方面均衡的性能 這次可愛的新塗裝 官方解釋是採用新開放的立方曲面框架 不易損外且易於維護 作為一把標準的水槍 相信這次三代一定也會增加不少愛好者吧 弱葉水槍 大家再熟悉不過 不管是誰一定都會拿過的新手槍 這把武器不要以為它是遊戲初期的 就小看它喔 再怎麼說 我也是用這把武器在二代玩的開開心心歡歡樂樂 雖然墨水噴射的準度低 但對於土地效應可是非常非常好用 加上不一樣的SP副武器 輔助隊友來說是非常讚的 這次的新塗裝更可以看出是可愛的小水槍 相信三代還是會讓我深深愛上的 點96加倫 新塗裝出現的時候確實讓我耳目一新 沒想到竟然是進水器的一個概念 點96這把武器顧名思義一發就是96傷害 基本上已經可以算是一確囉 射成超級爆炸場 在空曠的場地我是勸大家不要太囂張 想抓它可是要好好看清楚 不知道這次點96會不會有更多的品牌 在二代實用的人不算多 希望這次能大大強化 讓點96有不一樣的狀態 經典款斯普拉狙擊 大家好像叫普狙吧 但老實說它一點都不普 它射程剛好就是中規中矩 在後排做最完美的cover 當你想要在前面對槍殺敵的時候 出乎意料的它就是會在你意想不到的位置出現 然而距離也是令人覺得真的有這麼長嗎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也是被狙擊大佬狙到大的呢 當然現在也還是一樣繼續被狙的啦 希望三代能被少狙一點 這次也很想看看新配裝的狙擊 會搭配到什麼樣的副武器跟SP呢 清潔技α輕量化機動性高的狙擊 在場上很常出現在中前排 印象中最深刻就是看到它們會在場上開心的跳躍 跳在空中的瞬間就會把你送回家了 你也想要跟它一起開心的跳嗎 我想你應該會先跳回家 不知道三代的性能上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不愧名為清潔技 在場上清潔不乾淨的花枝全部都給你們洗一遍 Lita 4K 我是聽大佬說才知道4K就是蠻罐可以殺死4個人 也就是4K 這次在場上出現的其實我覺得蠻生氣的 因為手真的好長喔 有夠不好抓的耶 沒想到這次新圖裝看起來真的是有夠帥的 雖然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狙擊夢 但我在我的花枝生涯中它永遠會是個夢 這種需要高度技術的武器沒關係 我相信還是交給專業的就好 新裝副武器馬克縣 在二代中有一個索敵的雷達就是丟出去會有一個小範圍 三代中不確定還存不存在 不過倒是多了這個馬克線 像是馬克筆一樣直直的丟出一直線 通過的地方只要碰到就會被標記 而且好像可以反射耶 這樣子是否要抓敵人的位置也就更方便了呢 大家都要像特戶一樣躲過這個紅外線嗎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使用偵測的啦 畢竟索敵也是這個遊戲一個很大的關鍵 斯普拉滾桶在二代的心中有一位 Hanjo中滾的直播主 真的是我心中的偶像 他的預判走位總是讓我掀起一股想要用滾的慾望 希望這個慾望可以在三代實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滾的小莫冠跟壽司好像一樣耶 但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以為是圖了這樣的熱狗啊 不知道這次的中滾在整體性能上有沒有提升或是減少呢 生出鬼沒的中滾距離總是那麼的討厭 被壓死的瞬間只有一個字就是個 不是不是我是說氣啊 Dynamon Roll啦 這個Dynamon是發電機的意思啊 只有我剛剛查才知道耶 這把在二代大家不陌生啊 一字直呼中滾中滾 三代這把發電機滾桶 重新塗裝看起來電力十足 雖然機動性是不高啊 但是範圍可是十足的高啊 不論你躲在什麼牆邊 或是想要在我面前左右遊移 重滾一拍回家掰掰 仔細看發電機的細節啊 線圈的部分可是一圈一圈 沒有給你偷懶的呢 比喜比喜比喜 眾多花枝都無法接受的大改版 圓滾滾的比喜竟然變成方形了 不過這次官方特別寫說 出口變成一分為三 一四分為三個方向 這等於波灑的範圍大大提升 那直線距離的部分呢 超級強化的比喜嗎 在二代的時候 基本上一次沒殺到 下一秒就是我回家了 即便大家一片哀嚎 但是我相信比喜專 還是能將新版的比喜使用的出神入化啊 眾統爆炸者 作為一個重型大範圍武器 他的一發絕對是直擊你心中最脆弱的部分 在二代常常就是一發限制你的想像 限制你的步伐 這次三代的解釋中 竟說出會發射一種特殊的墨水 這究竟是對新手的一種介紹 還是說真的武器上的改良 又有不一樣的功能呢 老實說我現在才發現它是汽油桶 原來波灑汽油燃燒殆盡 這次外型看起來加裝了一些東西 真的只能說是帥上之帥 我覺得我應該要加入眾統教了 消防栓 這把人人近而遠之的超長手 俗稱眾格 看他堪稱除了狙擊以外最長距離的格林 他的長度已經是你無法想像的 當在空地上出現你想逃跑的時候 不如還是讓他送你回家比較快吧 這次新塗裝看到感覺上 像是坊間那種叫瓦斯桶 那一桶相信應該是一個超強勁的氣體吧 這次的槍管竟然縮短了 不知道是有什麼用意 距離有跟著縮短嗎 然而官方解釋說 通常花枝用完的隔天都會肌肉痠痛 想想也是啦 這誰不會肌肉痠痛呢 孔式旋轉器 這把大家俗稱中格 距離及機動性兼備 在二代最多使用的 就是那個有讚氣彈的那一把 對於蓄力不算久 但距離漂亮的他 常常是讓我摸不著頭緒 我就被送回家了 這次的新塗裝 我才發現原來他是飲水機上面的水桶 看到這一個 就會讓我提醒我自己要多多喝水啦 把官方真是 真的是怎樣生活中的一切 融入到期待之中啊 OK 以上就是目前的 新塗裝武器PART1的小介紹啦 不知道大家心中 有什麼自己的想法嗎 歡迎留言來告訴我們 更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讓我們一起期待 9月9號的LINE吧